大家好,我是侦察院频道的主播马灵鼠。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 通过巧取豪夺掌控上百亿资产,家族黑恶势力,盘踞当地十余年。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徐长远等24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进行公开宣判的现场,法院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3个罪名, 判处被告人徐长远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人不能把钱带走,钱却能把人带走。 在3月27日播出的政论专题,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理,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管委会,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徐长远, 在接受审查调查时发出凯探。 40多年前,徐家兄弟的母亲去世时,家里接近赤贫, 40多年间,装合徐家名下的公司,一度发展为掌控资产上百亿, 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商业集团。 案发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包括, 房产2700多套,土地43宗,注册企业46家,车辆142台。 随着徐长远被查处,徐家兄弟利用权力, 地位影响和暴力手段巧取豪夺, 发家致富的违纪违法行为,逐渐公之于众。 在大哥照顾下,家族成员一路大发横财。 徐长远永远记得那一幕,1972年,他17岁时的一天, 病重的母亲给两岁的五弟喂完奶后, 拉着他的手嘱咐道,一定要把弟弟妹妹照顾好。 徐长远含泪点头,母亲就去了。 直到今天,身为长子的徐长远, 一提起这段辛酸往事,还会眼泛泪光。 母亲去世后,徐长远辍学到生产队劳动, 帮助父亲养活弟弟妹妹。 那时的徐长远吃苦肯干, 18岁因表现突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9岁任庄和县包装制品厂厂长, 39岁任庄和市市长助理。 之后,历任庄和市副市长,市长, 瓦房店市市长,市委书记, 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和荆州新区管委会主任, 党工委书记,直至大连副市级干部。 庄和、瓦房店、长兴岛、金州、徐长远仕途所及之处, 成为徐氏家族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理坐标。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 随着徐长远一路升迁, 二地徐长发、三地徐长波、四地徐长威、 五地徐长宝先后成立多个经济实体, 并以长波物流为母公司,成立长波集团, 下辖长波地产、长波气贸、长威物流等公司。 2008年后,又成立了常威房地产、 信义典当、银城子、建材市场等几十家公司。 老大徐长远从政、其弟从商、其妹徐秀民管账, 大家渐渐达成默契。 而徐长远又是如何照顾弟弟妹妹的呢? 经查,徐长远历年来贪污、挪用公款、 受贿数亿元、大部分交由长波集团统一支配, 他和集团在利益分配方面高度关联, 深度捆绑。 当时从徐长远家中, 发现的暂扣款仅为25万元现金, 令人意外。 徐家具有财产家族式管理特点, 各家没什么私房钱, 企业收入全部上交, 所有资金都交由集团统一管理分配。 家族和集团的资金混杂使用, 徐长威、徐长宝手下的打手, 小弟也彼此串用, 均为徐氏家族和集团利益服务, 形成了家族、集团、组织三位一体, 无法分割的特点。 暴力所债变成所命, 手下称老板说, 只要打不死人就没事。 有某是长波物流的货车司机, 因为欠了公司7万元左右的车辆承包费, 他被强行关押在庄和某宾馆。 家人勉强凑出一万元, 可对方并不满意, 说他也还不上钱了, 给老板一个诚意, 不行就剁手指头好了。 濒临崩溃的刘某别无选择, 只好同意。 刘某手起刀落, 两刀下去, 左手小指前端被生生斩断, 回家没几天, 却等来了令人绝望的消息, 老板说车他还接着开, 欠公司的钱免一万, 剩下的干活继续还。 刘某忍气吞声, 家人欲哭无泪, 徐家老大是瓦房店市长, 他们家势力太大, 谁也不敢报警。 为了催收管理费和承包费, 老板徐常威, 徐常宝指使手下多次将欠款司机, 压制宾馆非法讨债。 期间, 司机李某喝农药自杀, 送医后仍被徐家手下折磨, 造成李某双肾衰竭, 终身残疾。 司机邱某未从非法控制中逃脱, 在高速公路上跳车被碾压, 他家属甚至在调查组了解情况时, 仍忌惮徐家势力不敢出面, 而徐常元说, 对这些小事他并不知道。 事关他人生死, 却称小事的徐常元, 是徐家的大当家, 早在徐常宝进驻普兰店搞房产开发时, 徐常元就指点他, 物业一定要自己人干, 招保安要找一些有震慑力的, 个别来闹事的, 也不要客气。 这话传到保安中间, 变成了老板有钱, 只要打不死人就没事。 2014年, 徐常宝成立了, 大连长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强揽工程, 乐意竞标, 威逼, 恐吓他人低价转让资产。 竞标前, 大兽们就在庄和市国土局门口, 公然威胁竞买人。 结果竞拍时, 除了徐常宝的人, 果然无人敢举牌。 就这样, 在徐常元的指点, 纵容下, 徐家依靠其政治地位, 盘踞大连地区十余年, 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段, 先后实施了诈骗, 高利转贷, 非法拘禁,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24起, 实施非法讨债, 强迫交易等违法行为35起。 这些违法犯罪行为, 让庄和徐家, 成为地方一霸, 老百姓避之唯恐不及, 当地人流传一句话, 沾上老徐家就没好事。 权力干预司法, 为赌场护院, 为打受开拖, 长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院内, 一辆警车长期停放, 谁能想到这里竟是个赌窝。 听闻有警车护院, 庄和, 丹东等周边地区的赌徒, 纷纷慕名前来, 徐家大发奇才。 进出赌场的, 有作局招来的猎物, 也有安前马后, 为徐家卖命的打手。 孙飞一直喊徐长宝五哥, 据他讲述, 自己有意接近徐长宝, 是因为靠上这棵大树, 在社会上也能更好发展。 江明勇同样如此, 徐家有当官的, 有做生意的, 是庄和第一大家族, 他从主动靠近孙飞开始, 渐渐帮着徐长宝办事。 孙飞因为暴力犯罪被判刑后, 徐长宝持续为其缴纳赦保, 补偿生活费。 这是不是说明徐家对手下格外仗义? 事实是, 孙飞手下将人打成重伤后, 150万元赔偿金, 全部都是徐长宝强令手下 及多名参赌老板凑的。 在孙飞, 江明勇涉黑暗案发后, 徐长元为包庇, 保护徐长宝, 多次以劳领导身份干预司法。 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原院长张明鹏在看守所向回忆, 当时徐长元是瓦房店, 市委书记, 提前打招呼说, 有个庄和的案件要交过来, 张明鹏心领神会。 徐长元此后多次过问案情, 并明确交代快审快办, 不要节外生枝。 尽管有张明鹏从中操作, 2010年, 孙飞、 江明勇仍因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最被判刑。 毕竟心中有鬼, 徐长元、 徐长威要求家族, 在庄和市所有产业全部撤离, 徐长宝随之成立了, 大连常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普兰店开发海湾新城楼盘。 它形式风格依旧, 以招收保安为名, 大肆网罗党宇, 海湾新城, 继而接连发生保安随意殴打他人, 持卸打砸车辆, 以轻轨遮挡采光为由, 聚众阻碍施工等恶劣事件。 2013年5月, 徐长宝惊人引荐, 与时任大连市公安局, 普兰店分局南山派出所所长, 曲波结识。 徐长宝向曲波提出, 海湾新城小区在其管辖范围, 保安厂与业主等发生冲突, 希望给予关照。 曲波考虑到徐氏家族实力雄厚, 有意与徐长宝加深交往, 便接受了请托。 曲波死后, 在涉及徐家的案件处理中, 多次严重违规违纪, 换来的回报是, 以低于市场价58万余元, 购得该小区一套200多平方米的房屋。 长兴岛, 位于瓦房店市西南角。 2005年, 大连市开始开发长兴岛, 徐长远兼任长兴岛工业区管委会主任, 党工委书记。 2008年6月, 徐长远特意交代徐长威, 长兴岛有几个项目挺好, 叫他与王守宽联系, 为了避嫌, 不要出面, 如果哪个环节上卡住了, 让他直接来找徐长远。 之所以会相中伤人王守宽来当白手套, 是因为在徐家人眼里, 老王这人不吃毒食, 有眼力, 有嫌大家赚。 而这个有眼力的老王, 却在看守所告诉记者, 此生最后悔认识徐氏兄弟, 长子都悔清了。 可在当时, 面对巨额利益诱惑, 王守宽喜出望外, 他正苦于投资开发房地产资金不足。 徐长远当即表示钱不是问题, 帮他凑齐了净买保证金。 如此热心, 徐氏兄弟看中的是背后的肥肉, 招商引资奖励。 徐长远觉得这是个机会, 一方面, 可以完成自己的招商任务, 另一方面, 可以获得高额奖金。 他不惜要求财政局挪用公款借给王守宽, 在徐长远的督促下, 招商局甚至安排专人, 协助王守宽的横溢公司公然造假, 以履行玩相关手续。 截至2009年12月底, 在徐长远与徐长远共同为王守宽虚假引进的外资中, 长兴岛管委会就借资3.28亿元。 这还不够, 2010年7月, 王守宽提出想提高奖励金额。 出于共同的利益, 徐长远再次打破规矩, 在为组织召开管委会常务会议的情况下, 将奖励比例提高。 同年12月, 徐长远安排向横溢公司, 拨付了6000多万元奖励款, 其中4000万元, 随即进了徐家户头。 管委会自己垫钱, 名义上完成了招商引资任务, 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项目, 还白白掏了巨额奖金。 房产、物流、方贷、 徐家的买卖遍地开花, 难道是徐家人特别有经商头脑, 使他们越来越会利用权力, 获取巨额回报? 2010年, 王守宽与徐长远合作的 长远木材市场动签项目启动, 两人闲干井子区, 政府对地块的评估价过低, 找徐长远商议后, 徐长远之招说, 他们自己找家评估公司, 多评一些, 有个依据, 然后再跟政府谈。 徐长远便委托熟人, 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评估, 评估后, 评估价一下涨了十多倍。 这么水的评估报告是怎么做出来的? 海湾新城的寿楼员小赵, 有天正在值班, 突然被叫去帮忙, 去了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摞空白的租赁合同, 已经有人在埋头填写了, 小赵被告之名字随便写, 于是他学着填了十几份。 这正是徐长远一手导演的, 他们通过炮制560份假租户合同, 虚报高额赔偿预算。 最终通过一系列造假, 该地块补偿价员抄地块实际价格。 这么明显的虚高价, 怎么顺利通过审批的, 参与此事后被调查的干警子区, 时任常务副区长侯真涛道出了其中苦衷。 高额补偿价, 是徐长远之地徐长远提出的, 时任大连副市长张军又曾多次表示, 补偿结果要尽量让常威木材市场满意, 考虑徐张二人的权势, 自己不敢得罪, 开了绿灯。 此装土地的洞迁 收处中, 徐长远、 徐长远伙同王守宽等人, 骗取政府洞迁补偿款5.87亿元。 在权力、财力、 暴力的相互助长及共同作用下, 徐氏家族在庄和普兰店乃至大连市, 均造成了恶劣影响, 群众反应强烈。 2015年5月, 徐长远年满六时, 他快速办理了退休手续, 随即出任长波集团决策委员会主任, 直接领导集团经营管理。 基于从幕后走到前台, 是因为徐长远预感到了风险, 他称知道很多方面不正规, 涉于反腐败高压态势, 早在一年前, 他就选择将部分受贿款退了回去。 徐长远身份地位特殊, 一方面, 在血缘关系上是徐氏兄弟中的大哥, 由于当家早, 在家庭内部事务、 家庭纪律和管理上有话语权。 另一方面, 他具有领导干部身份, 见多识广, 有能力对家族发展的重要事项进行决策。 也有条件为家族事务打探消息, 疏通关系。 多刑不易必自闭, 接获大量群众来信举报后, 2018年4月, 辽宁省纪委监委第十纪检监察室, 对徐长远有关问题进行出核。 7月6日, 经辽宁省委批准, 对徐长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并采取留置措施, 省纪委监委为此成立专案组。 这是该省纪委监委查办涉案金额最大, 涉案人员最多, 涉案时间最长, 涉案类型极其复杂地一起官商议体, 官黑一炉, 伤黑交织典型案件。 当年12月, 徐长远被开除党籍, 移送司法。 家族和组织无法分割, 徐家人在组织运转中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各企业的收入都由家族统一支配。 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 并综合专案组调查情况和现有证据, 认定庄和徐氏家族, 已经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经济特征, 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 四个特征联系紧密, 无法分割。 2020年9月, 12月, 法院对徐氏家族涉黑案做出一审, 二审判决, 徐长远, 徐长违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受贿罪, 诈骗罪等, 数罪并罚, 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徐长远被判刑25年, 徐长波, 徐秀敏, 徐长发各领刑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大连市共立案查处,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591起, 党级政务处分446人, 组织处理299人, 认定为保护伞87人, 移送司法机关23人, 对9个党组织进行问责。 大连市纪检监察机关, 共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10份, 督促案发单位和地区查找漏洞, 认真整改, 建章立志。 通报曝光典型案例5批4, 23人, 持续释放有伞必打, 一查到底强烈信号, 除恶物尽, 隐藏得在身, 也逃不脱受惩处的日子。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马灵鼠,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